旧金山数个侨团26日针对台中市被取消主办明年 东亚清运赛事权举行记者会 对被取消主办权表示遗憾 参与记者会乔林友 北加州台湾论坛总召 民进党美西党部执行委员李汉文 库比蒂诺市台中友谊城市协会会长陈安南 乔务咨询委员李文雄 北美台湾人权协会理事 北加州台湾客家会理事陈碧会 比蒂诺市台中友谊城市协会副会长李平平 李汉文表示 我是民进党美西党部执行委员李汉文 也是北加州台湾论坛的总召 那么我们今天召开这个记者会的 我们主要的目的 我们就是大声的谴责中国共产党政府 利用政治干涉 打压东亚青年运动会的主办权 强行的呢在奥委会里面做出违规的运作 把台中的这个台中市的主办权给强行的取消 这样的粗鲁的行为与动作 已引起了台湾人民的公愤 所以呢 这个正名公投呢在一系之间的联署的人数呢 暴增到一倍以上一倍以上 这个这个就是证明我们台湾人民就像竹子一样的坚韧 压不垮也折不断 反弹力是非常的强 反弹力非常强 在这里呢我们也一致的认为 我们应该团结在一起 一致的呢 抵御外伍 那么一致的对外 一致的对外 就是应该大声的谴责 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强行的阿爸 因为他们不懂得 不懂得民主公民权利 他们也不懂得民主政治 他们更不懂得聆听 什么叫做真正的台湾人民的心声 台湾人民的心声 我们在这里也呼吁台湾的国内 要有这个对内的体会 对内的体会 什么叫对内的体会呢 就是部分执政党在野党 我们不要因为政治理念的不同 来做出伤害台湾的行为 我们应该在声援 东亚青年运动会主办权这件事情上面 应该要声援我们自己的台湾 声援我们自己的国家 而不应该在这个上面有不同意见的汉格 那么我们也一致的赞成蔡英文总统 他所说的 我们要继续的实行南向政策 我们要继续的 要把台湾推向国际舞台 而不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全靠向中国 然后作为中国政府的应声虫 如果台湾真的什么都负荷中国政府 那台湾很快在国际舞台上面就会消失了 就是消失了 台湾就是台湾 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国家 我们应该努力的来宣传文宣我们的台湾 让台湾在国际舞台上面 绽放出我们灿烂的光彩与火花 我们相信这也是台湾所有的青年 他们所期待的 所以这一次的不幸的事情发生 受伤的不是只有台湾 最大受伤的是 所有的青年运动选手 日本 韩国 北韩 蒙古 澳门 香港 台湾 所有的参与的比赛的青年选手 他们都大大的失望 所以在这里我们大声的呼吁 澳委会请你们回头吧 按照澳委会的规章 不要因为强权的政治的干涉因素 就像强权低头 让我们回归到体育归体育 政治归政治 毕竟台中市这一次主办 这一次主办 东亚青年运动会 跟政治上面的事件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所以请中国政府不要再找借口 打压台湾了